因为他花很多的钱付出很多的心血 你才有可能得到那些特殊的海洋照片 荧幕有没有办法让我看到 贴近当时我拍比较真实的色彩 甚至最后这个画面 是让大家看到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对我来说 荧幕的部分我会有蛮多的要求 我是Yoko Summer 我是一个全职的水下摄影师 我做这份工作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想其实很多人都很羡慕我的工作 因为我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海里面 所以一年365天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我是飞往世界各地 然后在不同海域 在水下里面潜水去做拍摄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 蛤?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很辛苦 例如说我的这些摄影的器材 潜水的器材都非常非常重 我每次出去光check-in的时候 至少都超过60公斤 其实对一个摄影师来说 我想所有的器材都很重要 因为我一直觉得公用善其事必先利器器 不管相机也好 潜水装备也好 当然回到修图的部分 更是我整个工作最重要要收尾的那一个阶段 那一环 相对的萤幕对我来说当然是最重要的 因为像我拍直视的照片 如果我的萤幕是横式的话 当然我都只能看到小小的部分 但是像这样子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完整直视的图片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 跟对我来说很便利的地方 那我自己的风格其实比较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说如果拍的照片 色彩特别的显眼 然后可以拍出那些 尤其是生物它比较特殊可爱的那一面 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对颜色的部分 我会特别的挑剔 比如说在修图的时候 我甚至会强调这主题的明显 那甚至把四周 尤其下面这部分 稍微可能再压暗一点点 所以荧幕它是否可以让我很清楚的 看出这一些层次跟细节很重要 因为如果不是很OK的荧幕 我看可能这边全部都黑的 我不知道它这边还会有那么多的texture 所以如果荧幕是好的荧幕 你就看到这么多的细节 这对我在修片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